寻找就寻见,靠门就开门 我是Rose,石金霞 我们一起读圣经诗篇 今天我们来看诗篇的第72篇 那么这就是诗篇的第3、第2卷的最后一首诗 所以呢,这首诗的末尾呢,它有一个对神的荣耀诵 就是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诵的 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阿门 那么这个诗篇我们知道呢,一共是四卷 一共是四卷 那么他每一卷的最后一首诗都是荣耀诵 比如说我们看前边第41卷 而不是第41篇啊,第41首诗 最后它的也是一首这个荣耀诵 结尾也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诵的 从亘古直到永远,阿门 阿门,就是荣耀诵 它就是有两次阿门 所以呢,现在呢,这个是卷二的最后一首第72首 它的结尾也是荣耀诵 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从73篇开始 就是这个卷三 卷三的最后一首诗呢,是89首诗 第89首诗,结尾大家可以翻过,翻到那去看一下 结尾的也是荣耀诵啊 耶和华是应当称诵的 直到永远,阿门,阿门 荣耀诵呢,就是有两次阿门啊 然后最后 这个第一百五十首,就是全诗的这个荣耀诵啊 就是赞美耶和华 就是赞美耶和华 赞美就是,那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哈 那个第一百五十首诗 第一百五十首诗呢 那就是每一句啊,都是赞美耶和华 每一句都有赞美这个词啊 非常的啊,这个神圣啊 它是整个诗篇的一个赞美的总结 那现在呢,我们看这个七十二首诗啊 七十二首诗,有好几个难点啊 所以呢,我在这个背课的时候呢 就是背了好几次 觉得差不多可以录了吧 然后就又觉得不行 还得再去思考思考 这首诗首先 我们看我们的 这个和和本上呢 它在这个诗的前面有一个小注解啊 说是所罗门的诗 那么我们一般呢 大家看到这样的注解呢 就会认为这是所罗门的诗 所罗门写的诗啦 是吧 就是比如说你看前面 凡是大卫写的诗 那么都会写上大卫的 大卫的诗 是吧 大卫的诗歌 或者说大卫的纪念诗 或者是大卫的这个 呃 祷告诗 是吧 哎 或者是大卫在哪哪儿做了 这首诗如何如何 所以当我们看到 所以当我们看到 这里的这个注解 所罗门的诗的时候 我们也会 想当然的 就认为这是所罗门写的诗 然而呢 当我们把这个整首诗读下来 特别是当我们读到这个诗的这个最后一节 说耶稀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 那又很明显的 不可能是所罗门写的诗 是吧 为什么 因为耶稀的儿子大卫的祈祷 也就是说 这首诗 它是一首为王祈祷的诗 那么这个发出这个祈祷的人是谁呢 是耶稀的儿子大卫 那么也就是所罗门的父亲大卫 对吧 所以呢 这首诗呢 你要综合起来 你看呢 这个所罗门的诗 并不是说它是所罗门写的诗 而是说 这是一首与所罗门有关的诗 或者说 这是一首为所罗门而写的诗 是谁啊 是大卫 是大卫为他的儿子所罗门所写的一首诗 这首诗的主题是什么 就是为王祈祷 那么这个王是谁呢 对吧 这个王是谁呢 是为大卫祈祷吗 这个王呢 应该就是为所罗门祈祷 那么也就是说 比较合理的一种解释啊 就是说这首诗应该是 年轻的王 所罗门 登基为王的时候 年老的王 大卫 为他而作的祈祷师 那有人可能说不对呀 那既然大卫还是王 怎么所罗门也是王呢 是吧 其实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们对圣经比较熟悉的话 大家想一想我们前面 那个 讲那个历代志啊 猎王祭的时候啊 不是就有讲过吗 就是李以色列 他一般情况下 只要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啊 除非一种不正常的情况 就是什么呢 就是老王突然抱病而死 是吧 那一般情况 他在正常的情况下 都是这样的 就是当老王年老 然后新王啊 这个还年轻啊 那么这个年轻 就是不一定是说 呃 他的年龄很小啊 那么就是说 只要是他还没有做过王 他就是年轻的王嘛 对不对 呃 那么这个时候 他会有一段什么时间呢 就是老王和新王 共同执政 他就是呃 相当于这个老王 把这个新王呢 扶上马啊 再送一程啊 哈哈 呃 大家可以去复习一下啊 你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啊 那么所以呢 他当时 这个所罗门登基的时候 大魏仍然呢 还在忍试啊 就是大魏作为这个老王啊 他呢 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啊 这个新王所罗门的手上 但是呢 他要为他向神来祷告啊 所以呢 这首诗 我认为啊 我认为啊 我这 当然这不不只是我一个人这么认为啊 就很多人都这么认为啊 就是我比较赞同这种观点啊 就是这是大魏的诗 是大魏为新王所罗门所做的祈祷诗啊 就是向神祈祷 祈祷这个新王是一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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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的王啊 能够蒙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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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的祝福啊 他能够有什么什么样的智慧 什么什么样的能力啊 这样的话呢 就是解决了第一个难题啊 这是一个一个难题啊 然后呢 还有啊 还有一个难题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这个诗里边呢啊 就是他在为这个王祷告的时候 在为这个王祈祷的时候 嗯 这个王嘛 是指所罗门啊 那么他呢 也不是单单指所罗门 啊 而且呢 这个呢 这 他在称这个王的时候啊 是吧 说这个 他如何如何 他如何如何 你还要特别注意 在这个诗里边 他有的时候呢 是指的 呃 这个他是指的 这个王 啊 地上的这个王 以色列的这个王 是吧 或者说这个新王 所罗门啊 那么有的时候呢 呃 呃 他又是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 那永远做王的主耶稣基督 哎 那么也就是说 他这首诗还是一首什么呢 弥赛亚的预言诗 啊 还是一首弥赛亚的预言诗 然后呢 还要注意 他有的时候呢 他这个他呢 就是指的 耶和华 啊 就是指的这个 呃 耶和华 所以呢 这个我们在读的时候 就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这些地方啊 哈哈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神啊 求你 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 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 啊 那么这里啊 就是这个王啊 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 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 那么这一句话里边 这个王和王的儿子 就有不同的理解 有的就说啊 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 这个王指的是大魏啊 然后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呢 是指的所罗门 也有的说呢 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 和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 这里的王和王的儿子 都是指的所罗门 哈哈 你赞同哪一种 是吧 你赞同哪一种 那我来说呢 呃呃 呃 我是比较赞同啊 这个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 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 这里的王和王的儿子 都是指的所罗门 啊 而王的儿子之类的王 是指的大魏自己 啊 是指的大魏自己啊 因为他这是 这是所罗门要登基嘛 他这首诗实际上是 向神呢 呃 祷告赐福给 以色列的这个新王啊 就是他啊 有判断的权柄啊 他啊 能够这个啊 用公义来 呃 判审判 这个世人 所以说 这里边的王和王的儿子 我认为都是指的所罗门啊 呃 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名 将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 那么这里就又有一个问题了 这个他到底是谁 是吧 这个他是神呢 是吧 还是所罗门呢 对吧 这个他到底是谁啊 这个他 从这个诗的这个语境来看 他应该就是指的 被神赐予权柄 被神赐予公义的这个王 也就是所罗门啊 就是他 就是你把你的判断的权柄赐给他 将公义赐给他是吧 然后让他呢 能够按照公义审判你的名 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 这里的你是谁呢 就是耶和华神 因为就是以色列的名啊 是吧 他们并不属于 所罗门也不属于大卫 是吧 他们是属于神的 是神的子民 而这个大卫也好 所罗门也好 他们是被神来任命来为神来管理神的子民的 所以呢 这里的他就是指的王啊 你就是指的神 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 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深渊 拯救穷乏之辈 压碎那欺压人的 太阳还在 月亮还在 人要敬畏你 直到万代 他必降临 向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 如干淋滋润田地 在他的日子 一人要发望 大有平安 好像月亮长存 啊 这里呢 又有 又有几个难点啊 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深渊 拯救穷乏之辈 压碎那欺压人的 这个他就指的王啊 是吧 或者说指所罗门啊 是吧 那么太阳还在 月亮还在 人要敬畏你 直到万代 你是谁呀 耶和华呀 是吧 那肯定是耶和华 你不可能是指的大卫 或者是所罗门了 是吧 太阳还在 月亮还在 人要敬畏你 直到万代 啊 那其实这个 我们其实还可以呼应呢 就是创世纪啊 就是啊 这个挪亚方舟之后 神对这个挪亚的后裔 啊 是吧 就是说 只要这个 这个 这个地永存 是吧 只要这个寒暑架色 啊 那么就永不停息 是吧 是啊 所以这个太阳还在 月亮还在 也就是说 啊 这个都关于地球的 这个两个非常重要的 啊 非常重要的这两个 啊 这个星系 是吧 他们还存还在 那么人呢 在地球上的人呢 他们就要永远的啊 千秋万代的 敬畏神 所以这太阳还存 月亮还在 人要敬畏你 就把什么 就把地球 月亮 太阳 这三个 非常重要的星系 都联系在了一起 是吧 那么他必降临 向雨降在 以各的草地上 如干林 滋润田地 在他的日子 一人要发望 大有平安 好像月亮 长存 这就很有意思了 那么这个他是指的谁啊 这个他 你看 你如果认为 这个是指的 所罗门的话 就有点 不那么对劲 对不对 是不是 他必降临 向雨降在 以各的草地上 如干林 滋润田地 在他的日子 一人要发望 大有平安 好像月亮 长存 对了 所以这个他 当然说 在诗里边呢 他好像 就是指的 为这个 新王祷告 是不是 但是实际上 这就是预言了 这个 主耶稣基督 弥赛亚 是吧 就是那 能够在地上 永远做王的 能够呢 这是 长存的 像太阳月亮 是吧 一样 长存 永远做王的 降临在这地上 在他的日子 一人要发望 所以这儿呢 这个他 就不能说 哎呀 他是说的 所罗门啊 是吧 他应该是 由所罗门 而 而往后 追溯 追溯 要到 大魏的子孙 主耶稣基督 对不对啊 他的降临 挺难的 真的挺难的啊 我们要是要 要没气没气 要去 要去琢磨他 要去研究他 他要执掌权柄 从这海 直到那海 从大河 直到地极 住在旷野的 必在他面前下拜 他的仇敌 必要填土 他师 和海岛的王 要进贡 士巴 和西巴的王 要献礼物 诸王都要叩拜他 万国都要侍奉他 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 他要搭救 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 他也要搭救 他要连续贫寒和穷乏的人 拯救穷苦人的性命 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 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 那你我们这个地方读起来 你就更加的能够体会到 这是一首这个预言诗 是不是 你就更加能够体会到 这个这是一首预言诗 然后我们再回溯到开头 神啊 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 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 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 按公义审判你的困苦人 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 使民得享平安 他必为民众的困苦人申缘 拯救穷乏之位压碎那欺压人的 你整个联系在一起 你就会发现 这哪里是在为所罗门 这一个王祈祷啊 是吧 这分明是在为那个什么 我今日生你的 那个王的儿子祈祷 是吧 那个王呢 这个王怎么又 可能单单的只是指大位呢 那真的是万王之王 万神之神 对不对 主耶稣基督是圣子 是吧 然后耶和华是圣父 我今日生你 王的儿子 他有公义 他有判断的权柄 这也是为什么 这首 明明是 所罗门登基 写给所罗门的诗 会收入到诗篇里 因为他是一首 预言弥赛亚的预言诗 所以呢 你看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 从大河直到地极 那你可以说啊 这是从这个是指的这个以色列地的权定 这个海到内海 是吧 以色列不是在两海之间吗 是吧 从大河直到地极 但是呢 你又可以推而广之 这就是这个地球上 这海到那海 大河到地极 那也就是指的整个的地球 是吧 那么 然后你可以说 这个他师海岛 士巴西巴 都是指的 所罗门后来在位的时候 是吧 那么士巴女王啊 那么他师的这个船只啊 是吧 这个是有一点预言的味道 预言了啊 后来所罗门 这个以色列国的这个形成 但是又何止是这个呢 是吧 一个是指的是列国 诸王万国万民 你可以是说 所罗门因为向上帝求智慧 上帝让所罗门 你可以向我求什么 是吧 所罗门说 我什么都不求 我只求智慧 有智慧 让我能够管理好你的民 对不对 那么 我们说所罗门呢 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王 那圣经里也有记载 那所罗门如何裁断啊 这个两个妇人 判断哪个孩子啊 是谁生的 是吧 就是他 这是属于连续这群 群伐人呢 是吧 但这样的智慧 是所罗门有 那么 但是我们想想 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 怎么医治眼瞎的 医治腿瘸的 是吧 也是去拯救那穷乏人 帮助那困苦人 连续贫寒和穷乏的人 拯救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 他们的邪在他眼中 看为宝贵 对吧 所以说很明显 这是预言弥赛亚的 预言弥赛亚的降临 预言主耶稣基督 在地上掌权 预言我们这些 贫乏人 是吧 我们这些困苦人 能够得到神的救赎 脱离欺压和强暴 我们在神眼中 被看为宝贵 他们要存活 是八的金子 要奉给他 人要常常为他祷告 终日称颂他在地的山顶上 五谷必然 茂盛 所结的果实 要响动 如篱巴嫩的树林 城里的人 要发望如地上的草 他的名要存到永远 要流传 如日之久 前面说像月亮一样长存 这里又说要如日之久 是吧 你想这怎么可能仅仅是 只是在说所罗门呢 人要因他蒙福 万国要称他有福 哇 这我们就自然而然的 要想到当初 神给这个亚伯拉罕的祝福 是吧 爱你的子孙 要像什么 要像地上的尘沙一样多 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 万国都要因你而蒙福 是吧 人啊 万民也都要因你 你的后裔而蒙福 亚伯拉罕的后裔呢 就是什么 亚伯拉罕的后裔 网禁里说是以萨 然后说是雅各 以色列 是吧 然后说到是大魏 所罗门 那最后就是 主耶稣基督 以及我们这些 所有因信称义的人 我们就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 对不对 所以人都要因他蒙福 万国要称他有福 真的不仅仅是只是落在所罗门一个人的肩膀上 最终极最终极是落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独行骑士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 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 阿门 阿门 耶稣的儿子大魏的祈祷完毕 好了 那么在这里 这个 这个他 对吧 他荣耀的名当称颂 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 就值得 耶和华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而前面说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他的名要存到永远 要流传如日之久 那么那个他就是从所罗门是吧 一直到主耶稣基督 对不对 预言这个弥赛亚 这是呢 这个诗篇的第72首诗 这首诗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就是要破解他 就是大家要掌握这几个点 一个这不是所罗门所写的诗 这是所罗门做新王登基的时候 老王大魏为他祈祷 而所做的诗 是为他所做的诗 但是这首诗又不仅仅只是指涉所罗门 而是呢 是一首弥赛亚的预言诗 所以这个诗里面呢 有你如果仅仅把它看作 如果你仅仅把它看作 是对所罗门的祝福 那你就没有办法深刻的理解 这首诗 他的丰富的意愿 他的强大的这个力量 那你必须呢 要注意到 这是一首弥赛亚的预言诗 诗里边这个王 王的儿子 这个他 是吧 那么他常常是既是指所罗门 又是指主耶稣基督 或者说不是常常啊 基本上就是这样啊 他是一首预言诗 当然了 在最后 诗的最后几节 那个十八十九 这两节里边 那么他是指的耶和华神 好 那我们现在一起呢 把他再来 从头到尾的读一遍 神啊 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 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 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 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 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 他必为民众的困苦人申冤 拯救贫乏之辈 压碎那欺压人的 太阳还在 月亮还存 人要敬畏你 直到万代 他必降临 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 如甘林滋润田地 在他的日子 一人要发望 大有平安 好像月亮长存 他要执掌权柄 从这海直到那海 从大河直到地极 住在旷野的 必在他面前下拜 他的仇敌 必要填土 他师和海岛的主王要进贡 士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 诸王都要叩拜他 万国都要侍奉他 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 他要搭救 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 他也要搭救 他要连续贫寒和穷乏的人 拯救穷苦人的性命 他要救赎他们 脱离欺压和强暴 他们的血在他眼中 看为宝贵 这是为什么说 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 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 也是不仅仅只是指所罗门 也是指的 这个主耶稣基督啊 是吧 因为啊 我们可以联系啊 这个诗篇的第二首诗 第二首诗呢 不说 耶和华曾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你求我 我就将裂国赐你为基业 将地籍赐你为田产 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 你必将他们如同姚将的瓦器摔碎 是吧 那这不就是吗 那你的仇敌都要填土 是不是 你呢 这个万国都要侍奉你 是不是 哎这个你要拯救啊 那个贫寒和穷乏人 救赎他们脱离弃牙和强暴 所以所以我们要把他 这个整个的这个诗啊 诗篇啊 是吧 很多内容都要有一个前后的呼应啊 关联在一起 那么再有呢 这里的给大家呢 就是讲一个小知识啊 这里边有一句啊 说从这海直到那海 从大河直到地极 特别美 是不是啊 实际上呢 这个从这海直到那海 这句诗啊 如果是您是在这个加拿大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看加拿大的国徽 还有这个加拿大的护照 如果你是加拿大的公民 那么还有那个加拿大的纸币呀 等等啊 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上面都有一句话 那句话呢 其实就是从这海直到那海 爱就是出自圣经的诗篇的第72首诗啊 那么他是呃 就是会用一般情况下 在这种标志里面 他可能是会用拉丁文来写出来啊 呵呵 所以啊 这个西方啊 这个这个 这些国家们啊 他们基本上 都是基督教 这个建立他们的这个 这个政权啊 就他们这个国家的根基 是建立在这个基督教的根基之上的 他们要存活 是八的金子要奉给他 人要常常为他祷告 周日称颂他 在地的山顶上 五谷必然茂盛 所节的古石要响动 如黎巴嫩的树林 城里的人要发望 如地上的草 他的名要存到永远 要流传如日之久 人要因他蒙福 万国要称他有福 独行其事的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 直到永远 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 阿门阿门 耶稀的儿子大魏的祈祷完毕 这样呢 我们这个诗篇的前两卷 我们就读完了啊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从开始啊 这个诗篇的第三卷啊 然后第四卷 胜利在望啊 是吧 那我现在这个诗篇啊 真的是在在反反复复的读哈 大家知道啊 我首先呢 就是有有这个 我公益分享了这个诗篇啊 这个一手一手的读哈 中文的 另外呢 我还有一个啊 这个收费的课程啊 就是啊 这个诗篇的啊 英文诗篇的这个比较鉴赏 就是NIV啊 ESV啊 会参考核核本啊 或者还有呢 KJV来进行呢 这个诗篇的这个鉴赏啊 那么现在已经鉴赏完了12首诗了啊 下周呢 就是第13首诗了 那么然后呢 那么然后呢 我还有呢 就是啊 就是一个诗篇的啊 英文的ESV版本的这个演唱啊 哎呀 我现在啊 每天都是都是泡在诗篇里啊 因为呢 我现在开始了这个每天的这个这个演唱这个诗篇啊 就是我大概呢 是是这样啊 整体的啊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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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啊 是从第一首啊 1234567啊 今天今天演唱了第七首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嘛 把英文诗篇里边的啊 一些诗啊 我也放在里面就穿插进去 有的时候呢 可能也会把 我正在讲的啊 现在的这个中文的这个诗篇里边的有些的英文啊 然后我就想 哎呀 我也把英文 把它反复读一读啊 唱一唱 可能也会放进去 所以呢 这个啊 还是内容很丰富的啊 所以我每天现在就是早上起来就开始 一遍一遍的唱诗 呵 啊 然后晚上呢 也是啊 就是要把这个诗啊 要要一遍一遍的读 啊 又预习嘛 哎 然后呢 这是英文的 是吧 哎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中文的 也要反复读 啊 英文的 还要读不同的版本 真的是 哈利路亚呀 这样的是每天都在赞美神 每天都在思想神的话语 每天都在体会啊 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每当我忧虑的时候 哎呀 每当我喂吃什么穿什么 是吧 未来日子怎么过 是吧 哎 为这些忧虑的时候啊 然后就 赶紧回到啊 这个神的话语中 寻找信心 寻找力量 就说哎呀 神会照管这一切的 因为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当然了 在这个过程中 我的英文呢 也得到了啊 非常明显的 这个提高 感谢神 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啊 所以欢迎大家到我的这个 小频道 第三个频道啊 应该不会再开更多的频道了 到我的小频道里面 然后呢和我一起啊 这个 每天 我们一起啊 把我们的赞歌献给神 我是Rose 实际想 今天是2024年7月2日 哦 今天已经不是7月2日了 是吧 对今天已经是7月3日了 哈哈 对我本来7月2日就是想录的 结果发现不行 还得再沉淀沉淀 思考思考 所以今天啊 是2024年7月3日 这是一个被神恩待的日子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 欢迎大家点赞 评论转发 把我的节目分享给更多的人 也欢迎大家 WeChat 或者是PayPal 赞赏支持我的施工 当然了 更欢迎大家加入我的啊 这个圣经的 这个直播的课程啊 或者是加入我的频道的 这个会员频道啊 爱你们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